好一般老師您在看這個內容的時候 我剛有發現老師的好小 可是螢幕那麼大 為什麼 怎麼辦 我可以這樣這樣啊 你不覺得我的比較大一點嗎 跟你的好像不一樣對不對 那您看一下我有用了這個東西之後 有沒有發現我右上角這個 你們沒有 那這裡有兩種方法可以用 一個呢最標準方法 您從這邊 如果您用的是Google的Chrome的 有沒有發現這有一個縮棒 這是最標準的方法 但是您聽嫌這樣麻煩對不對 所以呢 第二種方法 Ctrl加上 加跟減 有人又覺得這樣雙手並用麻煩 所以第三種方法 Ctrl按著 因為你要放開滑鼠 你捨不得放開滑鼠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這一隻 應該有看過嗎 中間有這個嗎 蛤 這一隻是什麼 對啊 滑鼠的滑鼠的滾輪呢 Ctrl鍵按著 將滑鼠的滾輪往前或往後 往前放大 往後縮小 這樣了解 那您有 只要有放大了 這裡 或縮小 這邊會看得出來 如果沒有這一個就表示是原汁原味的 就是百分之百的 OK 所以老師這個方法 蠻好用的 您可以試看看 好 那順便分享一個 如果平常老師要把這一段 這個內容選起來 你會怎麼做 跟我現在一樣嗎 這樣 狂過去嗎 你怎麼那麼累 老師都不會累喔 什麼 什麼 這樣就好啊 對對對 剛剛老師有提到啊 你看 這裡 還是老師比較喜歡手工的 因為手工比較貴啊 要花時間啊 一二三啊 你只要在那個段落上 一二三啊 因為office裡面可不可以這樣 可以啊 對啊 office可以 為什麼這裡不行 一二三啊 點兩下是一個詞 有沒有 點三下是整段啊 啊 那有沒有覺得比較 有效率一點 有喔 來 老師試看看吧 打算 滴 打算 我 打算 打算 打算